同学们好,我们继续学习租赁 那接下来呢,看第三节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那这一节呢,会介绍三个问题 一个是出租人的租赁分类 第二,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那第三,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就出租人这边 对租赁呢,还是分为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所以会涉及到出租人的租赁分类 那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 出租人的租赁分类 第一个就是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准则规定 在租赁开始日的时候 我们要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那这个时候要确定 那两个会计处理是不一样的 这是在租赁开始日时 那租赁开始日是什么概念 租赁合同签署日 还有租赁各方就主要租赁交款做出承诺日 较早者,这是租赁开始日 租赁开始日和租赁期开始日 可能重合,也可能比租赁期开始日早 因为租赁期开始日,这项租赁 对于呢,承租人那边已经 能够控制这项租赁赁 出租人,承租人是要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但租赁开始日 有时可能说主要条款做出承诺,较早者 就租赁开始日 租赁开始日可能早于租赁期开始日 也可能与租赁期开始日重合 那下面一项租赁 属于融资租赁还是进行租赁 取决于交易的实质 而不是合同形式 那交易实质说 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赁所有权有关的 几乎全部风险报酬 那就融资租赁 那否则的话 就是经营租赁 融资租赁以外的租赁 就是经营租赁 那我们看 说租赁开始日后 除非发生租赁变更 出租人 无需对租赁的分类进行重新评工 你当时定了 就说我们分类融资租赁 就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那除非发生租赁变更的情况 租赁赁 不对租赁进行出分类 那第二个是关于租赁分类的标准 这标准总的原则要划分为融资租赁 就应该是呢 风险报酬几乎全部转移 他用的还是风险报酬 转移这件事情 那说有这样一些 在租赁期届满时 租赁赁赁的所有权 转移给成都人 那这种情况 就租赁来说 与租赁赁赁所有权 有关风险报酬 肯定是转移了 你所有权都转移 风险报酬肯定是转移的 在一个成租人 有购买租赁赁选择权 比如说租赁期十年 十年结束时 成租人有这种选择权 那如果说 这个购买价格很低 比到租赁期满时 租赁赁赁赁价值低很多 成租人一定会行使 他一定会购买 那这种情况 风险报酬算转移 这也没有问题 还有租赁赁赁赁特殊 如果不做较大改造 只有成都人才能用 那这种情况 那出租人可能 也基本不要回收了 要不然的话 他会投入很大的改造的一些支出 所以认为这个资产的 风险报酬也算转移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数字 说资产的所有权 虽然不转移 但租赁期足够的长 如果租赁期大于 这一项资产上个使用年限 75% 含75% 那也认为风险报酬转移 比如说一项资产上个使用年限 10年 租赁期七年半 剩下的两年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 带来利益的价值了 所以认为风险报酬转移 这是一个租赁期的判断标准 还有一个 对于出租人 收钱足够的多 说是租赁收款额限制 那相当于这项资产的供应价值 出租人从外边买来的资产 付出对价 体现是他的供应 现在算出的限制 几乎相当于他的供应价值 那如果说达到了 90%或者以上 达到90%就行 认为收钱足够的多 当然 承租人那边付款足够的多 也是认为风险报酬转移 所以这是他的标准 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出租人 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当然也会涉及出事计量 后续计量的事情 出事计量 是在租赁期开始 要进行计量的 那对于出租人 未来向承租人收款 所以他会涉及到 应收融资租赁款的问题 那这项资产 就是用于租赁的 我们已经把这项资产的控制权 转移给承租人了 所以你要并终止确认 融资租赁资产 那这样 在进行计量的过程中 你要反映的是租赁收款 要把原来的这项资产 反映到融资租赁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给终止确认 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出事计量 出事计量时 应当以租赁投资金额 作为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租赁投资金额是 未担保余值 和租赁开始尚未收到的 租赁收款额 按照租赁内涵利率 折现限制之后 那如果说 到某一个点上 你要算它的租赁投资金额 就是未来的 能够有多少资产 然后按照租赁内涵利率 那租赁内涵利率 以后我们再谈这件事情 那折现的这个数字 是这个数 那你未来得到 尚未收到的 租赁收款额 那还有说以后 未担保余值 比如是这项资产 当租赁期满时 它有多少供应价值 没人担保的 折现 是这个东西 租赁内涵利率 那是在租赁开始日时定的 就是把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未担保余值限制之和 等于租赁资产供应价值和 出入人出示 直接费用之和 那当然这个租赁收款额 的限制 我们比如说 那这项租赁啊 一共十年期 每年都是 收十万 一共总的加起了一百万 那我租赁收款额限制一百万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那如果说 第一期 有十万 那就十万 那你是把剩下的 那个九十万 再折现 那都是租赁收款额限制 这加上第一期的 折现数加上一期的 未担保余值 租赁期满时 那跟现在付出对价相当 所以谈租赁收款额 当然还也会涉及到 比如 有这种 欲收欲付性质 那你原来 我租赁收款额出租人 已经收到的 那在租赁开始限制 那个数据有 反而也叫租赁收款额 那你把尚未收到 再折现 包括已经收到 合在一起 相当于租赁收款额限制 你就是本招 反正我整个 能够收到钱的限制 和现在已经付出 对价的 供允价值去比 跟这个数 相等的利率 那叫租赁内侠利率 所以你现在付出去的 也涉及到 输出直接费用 那当然也包括 租赁投资金额中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租赁开始日 其实租赁投资金额 我说 界定在租赁开始日 它就是租赁资产 供允价值 再加上出事 直接费用 那就最开始 租赁投资金额 那等到以后 每个点上的租赁投资金额 那是未来的 得到资产 按租赁内含利率 折现的限制 它是这样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看 租赁投资金额 就会涉及到 有租赁投资金额的问题 是指出租人 因让度在租赁期内 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 而应向成租人 收取的款项 我们租赁投资金额 都包括什么 和我们前面谈到的 租赁付款额 很多说法都是一样 只不过那个站在 成租人的角度上 我们这里是站在 出租人的角度 这第一个 成租人需支付的 固定付款额 及实质固定付款额 存在租赁激励的 应当扣除 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这是我们要收的 固定的 每期租赁固定 实质固定的 这在成租人那边也说了 那就说不可避免 要支付的 实质固定 那实质固定 最后也可能转换成固定 比如说租金怎么收 按照某一段期间的产能 确定多少 以后按照这个来 这叫实质固定付款额 那存在租赁激励的 要把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给扣拢 不也说过吗 如果正常收租金 每年年底收十万 如果到年底及时付 我们就收九万五 那五千给它扣掉 第二是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那也一样的 比如消费者物价指数 按照基准利率 什么算的这些东西 构成 承租人士租赁付款额 出租人士租赁付款额 第三是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前提是 合理确定承租人将行使该选择权 那那边付 我们这边收啊 也是构成租赁出款额 第四 承租人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 那前提是 租赁期反映出 承租人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那我们可以收到 也会寄到租赁收款额终 然后第五不一样 第五是 由承租人与承租人有关的一方 以有能力经济能力 履行担保义务的独立第三方 向出租人提供的担保预纸 所以别管谁向出租人提供担保 他都可以收到 都会寄到租赁收款额 只是别人自己给自己担保 自己给自己担保没用 不像我们前面谈到租赁付款额 是你由承租人自己本身的那部分 将来可能支付的 而这个就不是了 这是站在出租人角度上 你能够收到的 这都构成租赁收款额 所以一跟四 与租赁付款额说法一样 第五个不一样 第五个租赁付款额 那是根据承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 预计应支付的款项说 那这个不是 好我们看看会计处理 第一个在租赁期开始日 那我们借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要反映总数 有反映总数的 总数是租赁收款额 那已经收到那部分 那就借银行存款 不用去管它了 是说 按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 总数来反映 比如说连续十年 每一期期初呢 要收到是十万 有十万借银行存款 剩下的那个九十万 反映到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租赁收款额里去 那涉及未担保余值 租赁起码是有公允价值的 我们总数反映到未担保余值 这是这样 那然后 我们把融资租赁资产 原来你从外边取得的 已经入账了 现在把它的账面价值 你给它充掉 那账面价值要充了 要有出质直接费用 发生出质直接费用 代方代计银行存款 对于资产处置损益 它所反映的是 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 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里 就是说如果公允价值 因为现在我们算 租赁内侠利率的时候 用的是你这项资产的公允 也可能以前我们取得了 你要重新的算 它的公允是多少 那公允跟账面的差 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 所以也应该知道 就这个项和这个项 这两者呢 其实反映的就是 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因为公允嘛 你让账面价值充的 把差额计损益是公允 那最后的差额的应收农资 租赁款 未实现农资收益 这个差额 那你再理解理解 租赁内侠利率 我们现在 就说 应该能够得到多少资产 算限值 租赁收款额 这里面的未来收的 包括现在收到的总数 按照已收取的 这个反映到银行存款 还有未大忙预值 这是未来得到资产 按照什么样的利率折现 跟现在付出对价什么 租赁资产供允价值 你看融资租赁资产 资产处置损益 那你现在还发生出事直接费 那就是总理那项利率 未来得到资产的限制是什么 总数 把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数给靠 那相当于限制呗 那基本就是这样来进行处理 然后第二 租赁保证金 以收到租赁保证金 为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出租人收到成租人 交来的租赁保证金 那你收到了 借银行存款 贷方其他应付款 我们书上原来是其他应收 今天说加上其他应付 其实不要用其他应付 不好 应该把这个再次删干净了 你收保证金放到其他应付款 这保证金将来可能要退回去 那第二 成租人到期不交租金 以保证金抵租金 那你借其他应付款 贷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本来他要给我们钱 那你充应收融资租赁款 他说我不交了 那就给他抵掉 第三 成租人违约 按租赁合同过协议规定 没收保证金 那借其他应付款 贷 赢另外收入 因为我给他没收 那接下来是说 根据啊 一个问题解答 根据租赁 这个准则 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中 收到的付赁保证金 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你怎么做 刚刚刚谈到如果说 没有违约 让去抵这个 不交租金 抵租金 那就减少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你正常情况下是保证金 我到期该退还就退还 我退还是借其他应付款 贷方贷银行送款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 开始核算的时候 你不能说 收到苏联保证金 我开始就把应收工资 苏联款 给充了 那不行 所以你开始 必须作为一项 单独负债去核算 我们反映到其他应付款 这个不要出问题 是人家说 以后抵租金 你可以相应的 再去充减 应收融资租赁款 我们看教材的例十四 19年12月1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 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从乙公司 租入塑钢机一台 租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个 租赁资产 全新塑钢机 那第二个是 租赁期开始 20年的1月1号 第三是租赁期 20年1月1号至 25年12月31日 共的72个月 第四固定租金支付 自20年1月1日 每年年末支付 租金16万 年末这件事情 当然 七处的选择 相对来说 好一点呗 我们年级限制 细数 都用的是年末的 这种情况 那如果甲公司 能够在每年年末的 最后一天 即时付款 则急于减少租金 1万块钱的奖励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激励 我们真正算的时候 要把它给剃除 所以相当于每年年末 我们收到租金 只有15万 这是一项激励 要把这个激励 这部分给扣除 第五 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租赁期限内 如于中国人民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 出租人将对租赁利率 方的做出 同方向同幅度的调整 基准利率调整日之前 各期和调整日 当期租金不变 从下一期租金开始 按调整后的租金金额 收取 那如果有的话 可变租赁付款额 调整之后的租金 那这边呢 属于可变租赁收款额 当然要考虑的 就是在租赁收款额里 要考虑这个东西 第六 租赁开始日 租赁赁的公允价值 该机器在19年 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是70万 如果要全新的 这一天买的就是70万 但是不是全新的 现在我们经过评估值70万 但他现在账面价值本身是60万 所以我们有时 就可能会涉及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那差额呢 对于出租人 要既当期损益的 第七是出使直接费用 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已公司发生 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 手续费佣金是1万 那叫出使直接费用 然后第八 常租人的购买选择权 租赁期届满时 甲公司享有优惠购买该机器的选择权 购买价是2万块钱 那估计该日 租赁赁公允价值是8万 那这种情况 常租人他会选择是优惠购买 所以要构成租赁收款额的内容 因为他会行使 第九 取决于租赁资产绩效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21年和22年两年 甲公司每年按该机器所生产产品 硕钢窗户的年销售收入5% 向一公司支付 那这个并不取决于指数比率的 所以发生的时候都记当期 对于出租人来说算当期的收入 不要把它体现在租赁 应收融资租赁款里面 租赁收款额里不要含它 第十 常租人的终止租赁选择权 假公司享有终止租赁选择权 在租赁期间 如果假公司终止租赁 需支付的款项为剩余租赁期间的固定租金支付金额 那这句话大家看到 成租人假公司不可能终止 终止干什么 终止租金 还是支付的 它不会终止 那就说 不会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第十一 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值均为零 都没有 那相对来说就简化了一地 第十二的全新塑钢机的使用顺便是七年 那我们这里面呢 当时签的合同 72个月 那是六年 所以有时候判断到底是属于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不其中有个时间吗 如果说租赁期 要能够达到租赁赁上额使用年限 百分之七十五 那是融资租赁 好看一下分析 出租人已公司的会计处理中下 而本类中 存在优惠购买选择权 优惠购买的价格是两万 而这项资产供应价值八万 所以就可以判断成租人会行使 我们其中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划分说 五个条件 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个都属于融资租赁 这个优惠购买就够了 光这一条就够了 不过我们往下再看的话 那你不能说别的满足 满足就满足 反正有一条就够了 两条更好 都是融资租赁 例子里面租赁七六年 租赁赁赁 上额使用年限是七年 所以这里面占了大部分了 六除以七 是86% 因此认为 现在是风险报酬全转了 几乎全转了 我们应该把这项租赁认定为是农资租赁 其实考试如果有的话 你写成一个了就够了 那你说没事 我有时间 那你都写了也没关系 你满足之一就行 那第二步确定的苏联收款过 说是成熟人的固定付款过 为考虑扣除苏联激励后的金额 因为这有一个是苏联激励 每年年底按时付款会少付一万 那你真正能够收到的只有16万减一万 15万 租赁期是六年乘以六 这一共的总数是90万 第二 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那该款项在初始计量时 根据租赁期开始日 的指数和比率确定 这样呢 租赁开始日是不做考虑 租赁开始日 你基于当时的指数比率定的收款额 那这个就是它 是以后发生变化时 比如说24个月之后 再有什么变动 到那个时刻再去考虑去 那第三 常租人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租赁期满时 因为常租人 购买价格是两万 而租赁资产供应价值是八万 他会又会购买 他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既然他要行使 租赁收款额里面 当然要把它含在内 同样你常租人要算 租赁付款额 肯定也要考虑 这个又会购买价格问题 所以这个是有个两万 第四呢 是终止租赁的罚款 就说如果终止租赁 成租人租金还要付 那他不会行使 终止租赁选择权 第五 由成租人向出租人提供的 担保余值 那体里说没有零 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况下 租赁收款额 能够得到的总数 一个是90万 那也就是说 15万乘以6算出来90万 还有一个是优惠购买价 租赁期满是的 那一共的是92万 第三步 确认租赁投资总额 我们总额数呢 是出租人要收的租赁收款额 再加微单买余值 就是说总数 总的投资数 92万加零 92万 因为这题没有微单买余值 我们就站在最开始 那你收到的肯定也算在内 比如第一期期初收到了 剩下的再有多少年应该收的 那全都算在内 与这项投资相关的都在内 就是说 出租人 整个得到的资产数 那都要算在内 可能说第一期期初已经得到了 第四步 确认租赁投资进额的金额和未实现融资收益 租赁投资进额在金额上等于 租赁赁在租赁期开始日的公允价值70万 但是在租赁开始日是这样 因为你阿德特的公允 就说我们这项资产 你要真从外边够了付出多少对价 然后呢 要加上一个出市直接费用 等于呢71万 反映这个数 当然说以后的租赁投资进额 那是后续的事 后续我们计算时可能是说 你从租赁期开始往后一点一点算 比如说我们计题利息啊 收款算到那点 也可以是说 我把未来要收到的这些钱 按照租赁内含利率折现到那一点 那结果是一样的 就说我们在最开始确定租赁投资进额 那一定是这项资产供应价值 加上出市直接费用 其实我们算租赁内含利率时会用到这个数 那是把我们这项租赁能够从成租人那边收到的款项 还有未担保余制折现到这个数 那叫租赁内含利率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就是租赁投资总额减去租赁投资进额 所以在开始我们确定这个数 那92万减去71万等于21万 第五步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他说租赁投资总额限制 即租赁投资进额 等于租赁资产 租赁开始是供应价值 与出租人出市直接费用之和的利率 这没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吗 现在是15万乘以利率是多少 76期 这是应收款的限制 还有一个呢 这个那是租金应收款的限制 再有一个是租赁期买的时候 优惠购买价的限制 那这个呢就是2万乘以 利率是多少 期数是67的 复利显示期数 因为是只有这么一期 等于多少 等于71万 也就是说 租赁资产供应价值 价值出市这些费用 最后算出来的是7.8 数字啊 会直接给我们 我们也不会真的考试 让用内插法去在那插值计算 其实严格来讲 现在内插法 再用说两个点的利率 7%到8%之间 用一种直线方程算 这不合适了 因为那内插法 两点 它说的中间是个直线方程 而我们真正在这里面变化的 不一定是直线 那正常来进行计算时 应该是计算机采取逼近的方式 看哪个 正好相等 那那就实际利率 当然现在财管里面还在讲 内插法在那 那都是 很早以前的事情 不过这种方法 实物之中啊 有的呢 还在 差不多近似的 还在用 我们看第六部 账务处理 20年1月1号 借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我们反映的是一个总数 因为这里面 没有未丹毛预值 如果有未丹毛预值 也要反映未丹毛预值的总数 银行存款待方 那有一个出示直接费 融资租赁资产 账面上 60万充掉 那由于它的公允价值啊 是70万 所以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的差 资产处值随 那然后呢 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我们前面探到了21万 就是总额跟进额之间的差 21万 某融资租赁合同 必须以收到租赁保证 因为生效条件 我们前面也大致谈到过 如果有租赁保证金 你收到时呢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运资款 不能去充减 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最终如果 抵押做租金 是我们也谈到过 那你再给充了 借其他运资款 带应收融资租赁款 违约 没收了 放到您这块收入 他前面也说过这事 第二呢 融资租赁的后续计量 后续呢 对于出租人来说 我们要确认租金收入 融资租赁 然后你要租赁收款 收到租赁收款 第一个出租人 应当按照固定的 周期性利率 计算并确认 租赁其内 各个期间的 利息收入 那未实现融资收益 相当于贪销 借记 应收融资租赁款 贷方 其他有收入等 贷方可能是租赁收入 如果租赁公司 我就干这个事的 租赁收入 如果不是租赁公司 那就是把自己的 一台机器设备 租出去了 这并不是他的主营 那我们就反映到 其他业务收 那机器设备 租出去了 属于融资租赁的方式 那你得执行 这个租赁准则呀 当然你说 我把房子租出去了 那又执行什么 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那第二 出租人收到租赁收款 额实 我们现在收到了 借银行存款 贷方 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 第三 应收融资租赁款的 预期信用损失 在金融工具那一张 谈过这个事情 租赁应收款 提减值 它的减值呢 是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来执行 用的是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所以提减值时 借方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应收融资 租赁款减值准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十五 说成例十四 以下说明 出租人如何计量 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二零年一月一号 那租赁投资净额余格 就最开始的是七十一万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确认利息收入 我们确认利息收入时呢 是用七出租赁投资净格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百分之七点八二 所以用七十一万 这里面七十一万 乘以百分之七点八二 那把这数据算出来了 租赁投资净额期出 相当于一种也本金一样 那然后 现在租金支付的 是 我们要收到的 年底时收到十五万 乘赁人支付十五万 我们算七末数字的时候 租赁投资净额 七出 加增加 减减少 那你看 七出的时候 是七一零 零零零零 加上具体利息 五五五二 这叫具体利息 我们减去支付 减去收到的 一五零 零零零 就这个数呗 那就是七出加增加 减减少七末数 那再看二十一年 用六一五五五二 乘以百分之七点八二 把这个四八一三四算出来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 七末数怎么算 因为又收到租金十五万 二一年的七出数 是六一五五二 加上具体利息 四八一三四 那我们再减去 实际收到的十五万 那就把七末数算出来了 以此类推 都是一样的 那最后呢 我们会看到 就说 二四年底的租赁投资金额 一五七七二二 那等到二四 二五年底 我们要保证呢 还有一个两万 两万是属于优惠购买价 以租赁投资金额 有这么一个数 所以最后 你再确定这个利息收入 这数要后算 不要再用七出 租赁投资金额乘以实际利率 如果那样算 有可能是 未确认中资金额贪不完 那不好 那这样就是 我们这个减少数 因为收到租金十五万 七末是两万 因为要保持两万 七末加减少 减七出 不就是本期增加吗 本期增加确认的利息收入 那大致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些数字怎么来的要清楚 所以接下来看第二部会计分路 20年12月31日 收到第一期租金时 我收到借记银行存款 十五万 贷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十五万 然后借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它贪销 我们租赁公司 用租赁收入来反应 它主要就做这个事情 你比如银行 那我可以用利息收入 不要说写主营业务收入 你用利息收入看着更直观 那租赁公司写成租赁收入 看着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们20年 因此就是未实现融资收 要贪销 确认租赁收入 当然还要反映一个 实际的收款 21年12月31日 收到第二期租金 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借房借记银行存款 贷应收融资租赁款 十五万 然后又是 这一期未实现融资收益 贪销 我们前面有过计算的 是48134 借房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代计租赁收入 那后面都以此类推了 纳入出租人租赁投资 金额的可变租赁付款 只包含取决于指数 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 那出指计量的时候 应采用租赁开始日的指数比率 进行出市计量 所以开始给多少租金 那就是那么多 它是基于当时的 比如说消费者物价指数 或者说当时的 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 来定的 以后发生变化 是再去调租赁收款额 出租人应定期复合计算 租赁投资 总额时所使用的 未担保预值 如果未担保预值降低 出租人应修改 租赁期内的收益分配 并立即确认预计减少数 这个大致了解一下 未担保预值 我们原来说是5万 后来供应价值没那么多 那个降下来了 降下当然你这个收益数 肯定要发生一些改变 只是了解这个过程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是取决于指数比率的 根本就不会反映在 租赁收款额中 发生的时候要记当期损益 比如说 与资互资争的未来组资产的 使用情况挂钩的可编租赁付款 应当在实际发生时把它寄到当期损益里去 按照这个处理 比如说按照收入一定比例怎么做的 那你发生时把它确认为 比如说当期的 苏联收入 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苏联里面 出租人会计处理 的一部分内容 出租人会计处理的时候 分融资苏联 进行苏联 主要就是看风险报酬 是否几乎全部转移 如果全部转移了 融资租赁 没有转移的话 融资租赁以外的都是金融租赁 那些标准呢 我们大致有个知道 所以一个是针对于 租赁开始日的 出租人的收钱足够的多 达到90% 一个是租赁期的足够长 要达到上额使用年限的 7%数 至少达到这个数 然后再有一个 租赁期间满的 要出现了优惠购买的 那也算数 那另外说 如果 出租人 把资产出租了 长租人 到租赁期满 是能够取得资产的所有权的 那认为风险报酬转移 还有一个 如果收回去之后 出租人不能用 只有做较大改造才能用的 那也算做风险报酬转移 这这个会判断 之后呢 我们就是谈到 出租人会计处理里面的 融资租赁部分 他在处置计量时 要确认 应收融资租赁款 要反映这个 然后呢 要把 融资租赁赁 中指确认 所以我们应该是 要会确定 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你终止确认 那你终止确认这项资产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要即当即损益 整个这处理的一些过程 要清楚 那后面呢 就是说 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这一部分 对于出租人 未实现融资收益要贪销 我们要确认租赁收入 然后呢 当然还要反映 就是 租赁收款额的收回 那这些要掌握 如果涉及到 可变租赁收款额 那只能是取决于 指数比率的 寄入租赁收款额中 剩余别的 发生的时候 都是把它寄到当期损益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